大家晚上好 我们继续 上节课之后 来讲一下APC相关的结构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APC涉及到APC所有结构 因为我们知道 APC是和线程有关的 所以我们涉及到APC所有结构 都是在Kthread或者Ethread的一个结构体里面 所以我建议大家打开我们那个 但是除了这一课 还真不太推荐大家打开这个Windows 为我们浪化结构体 为什么 因为这个很坑 就是我今天刚刚发现 就是这个E2EH2 它里面这个Kthread的结构体是不全的 还不是我们用问题bug 就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全了 但是我刚刚 看的时候确实不全 不过那既然现在全了的话 那我们就打开Ethread 打开Ethread 打开Kthread和Eepersess 当然我们最好也打开Kthread frame 好打开这五个之后 我们最好还是打开一个这个 Status状态码 以及bugtread code 这些东西 我们就可以看 什么时候返回错误值 什么时候蓝屏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当然打开的有点早 我们应该逆向代码的时候再打开 首先 这样第一个和APC相关的结构叫做ApKAPCState 也就是啊 我们一直在说APCAPCAPC链表 就是说 我们刚才在第一讲 我们第一讲 我们说就是一个县程啊 如果想执行一个APC 必须有别的县程 或者自己插一个APC 而这个APC就插在这个链表上的 而链表保存在哪呢 就保存在这个KAPCState 我们来找一下KAPCState在哪 在这个Kthread里面的 K ApCState的这个结构体 大家看可以98上有一个这个结构 那么再看一下 而其实在258和98上有两个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 就是为什么会有两个 我们后面会讲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0x98这个便宜的这个APCState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啊 这个县程啊 正在用的这个APCState 你可以理解为啊 无论如何这个0x98都是它第一时间在用的 而这个KAPCState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 首先啊 它有一个例子的inch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链表头 链表头啊 是一个数组有两个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链表头 它包括前一个前一个节点和后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两个指针 两个指针就占10个字节 而它有两个数字 那就是说占20 0x20个字节 不是10个字节 是0x10个字节 而接下来就是这个process 再往下就是一些什么flag 我们一次讲 首先啊 这个APC list hand 就是为什么它是有两个呢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啊 APC是分种两种的 一种叫做内核APC 一种叫做普通APC 就我们之前说的这种 什么获取啊 context啊 或者是退出现场了 这种APC啊 一般都是用户的APC 而我们这种什么 Rio一部这种中段处理的这种APC啊 它都是 一般是内核的APC 还有一些特殊的APC啊 它也可以是内核的APC 如果你内核APC啊 你就在下标为0的这个 list的intrate里面 如果你是用户APC啊 也就是说啊 你在APC list handle里 下标为1的部分 那我们看这个结果 就是process 也就是说啊 我们当前这个process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接着我们看这个 这个叫什么 inprogress flags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正在处理APC的意思 就是我说啊 我在deliverAPC 也就是说我派遣APC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位置移 因为我们要防止重入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要防止重入 如果我在执行APC啊 那就让你先跳过去吧 我就先别执行了 就说明有别的县程在 就有别的东西在执行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嗯 这个叫做kernelAPC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和这个它是一个总位 大家可以看这个它是它一个union 对吧 比如说这两个 一个在代表你的内核APC正在执行 一个代表 特殊的APC 正在执行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比如叫做什么kernelAPC pending 比如说我这个正在 这个一旦开启啊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我的用那个内核的APC啊 正在等待 再往下看 我看二一位置 一个叫做userAPC pending 哦 这个也是一个总的 往下看 它有它其实是 什么啊 其实是一个 呃 再往下它有一个结构 呃结构 也就是一个联合 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啊 最低的这一位啊 叫什么啊 就是spensual userAPC pending 就是特殊的用户APC 等待 其实啊 在xp或者是win7啊 都没有这个特殊的呃 用户APC啊 呃 这个是win10啊 好像是win8 开始以后新增的一个东西 它比较特殊一点 嗯 这个是什么用啊 就是 我们知道APC啊 就是它 它其实是分为可被打断 和不可被打断 就是什么意思啊 你现场啊 有一个状态位啊 叫做alerted 啊 alertable 不是不是alerted的吧 是alert 呃 呃 忘了怎么读啊 呃 就这个 alertable应该是这个 就是可可 呃 可警醒的一个东西啊 啊 这个 如果你一旦开启这个 就代表 我 我在你等 就是我们经常在 线程同步啊 我们经常会使用 ke weight 嗯 包什么 multiple 或者single object啊 对吧 这是等什么 等待我们内核对象完成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往下 这个一般是用在 多线程的线程同步上面 嗯 而我们这个APC啊 其实是可以打断的 但是前提是啊 你这个 alertable和alerted 必须 呃 就如果你这个alertable 他 置位的话 就代表我是可警醒的 那我们在等待 这种内核对象的时候 我们会 一个APC 就会把它吵醒 然后就算你没到到达啊 这个等待的时间 也会 把它就是等待 强行给它解除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呃 呃 等一下 哎 我们刚才 嗯 找一下k APC 这个就是啊 而spential user APC啊 他这个特殊是什么呢 就是啊 无论你是不是警醒 我都能给你打断 这个就是他特殊 啊 APC 用过APC的一个 呃 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啊 无论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警醒状态 我都给你打啊 都可以给你打破 就说一旦有 我有这个东西啊 在pending也就是在等待 我很快就会去执行 而我们的user APC pending啊 顾名思义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APC啊 是不是在等待啊 一般插上去啊 APC啊 很快的这个pending位 就会被置位 也说我们呢 如果你不是在 你这个alertable不是为零 而且啊 你这个不是在等待啥的 一般很快就会被执行 或者是你关一些 啊 啥的 嗯 学长 这个就是KEPC的所有相关结构了 嗯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解释了 啊 刚才我们刚说了这个 啊 alertable和 啊 alertate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 呃 看起来就像啊 其实 我们英语学过 对吧 这个 ed啊 一般表示一种状态 而这个able啊 就是一个什么呢 呃 就是一个形容词吧 啊 我们可以搜一下 嗯 我们有百度啊 他这个没办法翻译 啊 alertable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得也就是说啊 白手的也是呃形容词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一种状态啊 而我们这个alertate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呃就是啊 不是不是我说反了啊 alertable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开关 而alertate的啊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嗯什么呢 嗯 啊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过去分词那种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alertable你可以呃刚才说过它是一种开关 就是说啊我们在ke with single或者multiple object的时候 就你是不是可以被apc打断 而如果大家注意一旦我们被打断了之后啊 那我们这个alertate的就会被置位 呃被置位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个状态 一旦你被打断了说明我们现在是一个被唤醒的一个状态 一个被警醒的一个状态 嗯所以啊 一旦被唤醒了我这个位置就会被置一 就是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位啊 就是会决定了我们apc 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被 就是我们wait single XXX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被唤醒 就是这里不好给大家演示 就因为为什么 以前我是逆向过 kewait for single object的 这个函数的 也就是说我们二三层 要用这个函数 wait for single object EX 只有你EX的时候 你可以才可以在这后面 设个true或者false 来确定它是不是可打断的 但是我们像普通的 一般都是默认不可打断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内核同步 以前我是做过一个笔记 但是为什么 我这里没办法给大家看 这个ID逆向代码了 因为我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次关机的时候 我这个ID也没关 然后他这个 这什么IDA 这些进程 这些逆向 这个东西 就是 这些东西还没给我打包 如果打包 我就再打开 发现这个 之前逆向的 所有的内核代码 就已经没办法再打开了 就没办法 所以 大家拿出以前 我这个逆向过的这个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我当时也是逆向的这个版本 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lertable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可惊醒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如果之前是可惊醒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就会 首先就是如果你必须这个开关置位 才能往下看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看一下 在等解释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等待 如果大家注意 如果之前是可惊醒的 甚至是可惊醒的 因为这个地方 他没有上下文 我也忘记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在等待 然后等待 他一般是不允许你可惊醒的 因为我要死等 死等之后 然后他看到发现你 既然是可惊醒的 可惊醒的 那么我就直接返回 这个应该是返回直要 大家这个不叫什么 I know offset 当时以时代局限性 我忘了 我当时没标明返回直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最后会返回 这个return1 他等于这个I know offset 其实他不是一个偏移 他就是一个status 我们找到这个status101 我们搜一下 这个还 大家可以看到 状态警报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县城被警告 延迟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个开关打开了 然后你又告诉我 你要死等 你而且 但是你现在又可以被警醒 那就说明 那我就判断不了 你到底是要死等 还是说什么 要被打断 那这个时候 那我再来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之前是可惊醒的 而且那 之前是可惊醒 说明什么 我现在是一种状态 对吧 那就说明 你既是可以被警醒 而且你现在已经处于可惊性的状态了 那我就直接返回这个status alerted 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就是叫做 县城被警告 它这个翻译的不对 就是说明我被惊醒了 这个县城 所以我这个现在这个等待完成了 这张图就印证了我们这个alerted和这个alertable 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 随着说的这么多 感觉说的不太明白 就是说你就可以把这个alerted理解为一种开关 只有我有了开关 才能进行判断这个alerted 而我们的alerted就是一种状态 就是说我在等待时候被唤醒了 那我就把这个位置置一 好 我们讲完这个 这个可惊醒 以及可惊醒这个开关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apc 什么什么对立可插入的这些东西 apcc point 什么什么这些 这些属于时代的眼泪 就是在32位 或者是第一版本的windows win7还是有的 但是在win10一定没有 但是我们apcc的index还是有的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附加 大家注意 这个附加其实在这里 也有关系的 我们马上就要讲这个save的apcstata 就是大家先记住 apcstate的index如果是零的话 就代表我们这个线程没有附加 给别的进程 因为我们知道附加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来切克cr3 对吧 我们把我们当前这个线程 由亲生父母挂靠到养父母身上 而这个apcstate的index如果是零的话 就代表我们当前没有附加 ed代表有附加 好 继续往下看 这个save的apcstata save是apcstata 我们翻译过来就叫做什么 备用的apc状态 它是在哪呢 刚才我们看到 它是在什么298的位置 还是248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好像又不太行了 又看不到这个结构了 不太清楚为什么呀 你看我这样打开这个key thread 它就能看到结构 但我从这个里面打开的这个 就我们直接点进去 不好意思 我打开的是key processor 我说之前怎么没看到一些相应结构 我是打开错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地方 就258 258有一个叫save的apcstata 它叫做备用的apc状态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挂靠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县程的 运行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已经变化了 因为我们挂靠了之后会切换cr3 就这里我们假设有两个进程 P1和P2 线程T1和T2 T1属于P1 T2属于P2 我们CPU正在运行P1的T1 但是我们想读一下P2的内存 我们之前说过 你想切换到另一个进程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你必须先得挂靠 把你这个县程挂靠给另一个进程 才能到它的虚拟地址空间 对吧 我们4加3是不一样 因此我们采用T1 使用那个函数叫做KDE StackAttach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来挂靠 挂靠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县程切换 来进行切换到 这个 不是不是说错了 我们再使用县程挂靠 来切换到这个 T2 这里应该是T2 T2所属的一个进程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挂靠之后 那我们怎么恢复呢 因此啊 这个KC5的APC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PCState 有一个叫做Persess 对吧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 我们想一下 如果没挂靠 我们原来这个APCState 在0x98这个位置 一定保存的是 我们真正的亲生父母 对吧 我们就可以把 一字不落的 把这个一个字节不落的 把它复制到 我们这个C5的APC 然后再重新填下 把我们这个Persess 填成我们新要挂靠的 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它一个作用 而且 还有什么呢 就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一旦挂靠了 这个进程 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 就好巧不巧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内核 想要给我们插一个APC 你说这个时候 它到底插我们原来的进程 还是插我们挂靠的进程 这也是个问题 对吧 所以它再采取了一个C5的APC 这样可以让你决定 你到底是插你挂靠的进程 APC 还是插你本来就是原始的进程 一方面是可以让我们恢复 二方面是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更方便的去选择 插入哪个进程 就是到底从属于哪个进程 这个APC 到底是原始的 还是现在的 这个就是C5的APC 这个结构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只要知道有一个这种结构就好了 好 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APC 我们现在终于看到APC了 这个就是APC的结构 因为我们知道APC链表 APC链表 它并不是一个APC 对吧 它几多是把APC串成一链 而串那个链的那个节点是什么呢 节点毫无疑问 就是KAPC 我们可以看到APC的结构 首先它这个type和sales是固定的 每个系统都是不太一样 因此我们不能手动出示APC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调用Windows给你提供的API 因为否则这个type和sales不对 那就可能会出问题 因为每个系统 每个版本不同 它这个还可能不太一样 好 这个就是APC所属的现场 而这个就是我们要之前说的 那个KAPC state里面的链表头 所挂入的链表 就是挂在这个位置 就是把这个地方取一个指针 就可以挂到我们这个地方了 接着就是这个三个routing 这个routing非常重要 我这里值得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是kernal routing 就是 怎么说 它也是一个回调 就是说 对kernal routing一定要是在内核执行的 后面我们再说吧 先先 这个也不好解释 我们一会再说 再说randown routing randown routing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注意APC一定必须 必须是非分页内存 后面我们在逆向的时候就会发现 为什么是分非页内存 因为它会把rk提升到 dpc来往 所以必须是非分页 再者呢 就是既然我们这个非分页 肯定不是windows提供给我们的 我们要自己申请 所以我们 这个windows提供了一个randown routing 比如说你在randown routing里面 你可以释放一下APC 这样不会造成内存泄漏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normal routing normal routing什么呢 就是 这个 可以是在内核执行 如果内核APC 就是normal routing 就在内核 普通APC 它这个kernal routing同样是在 内核 但是它这个normal routing执行的地址空间 就是在你的三环地址空间 好 我们看normal routing 就是大家这样 其实是有可能是没有normal routing的 这也就代表一个特殊的AP特殊的内核APC 有的一般内核APC它没有normal routing 但是想一下应该也能明白 你想想我内核APC 主要就是在内核执行代码对吧 那我何必要用两个回调呢 一个回调在内核 另一个回调也在内核 我们其实在这本章一个试验 就APC注入 其实就没有没有用到normal routing 好我们继续 叫做 APC state APC state 这里有一个APC state 这个state index 这个地方就比较有意思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和哪个区分开来 就和key process里面的区分开来 他注意key process里面也有一个APC state 但是在我们APC node 也就是APC结构里面也有一个key APC state 这个是初始化的时候你要填入的 然后他会根据他最后再挂入你 APC列表的时候 他再根据你 APC节点 在APC 然后来决定他到底是挂这个sive的APC 还是你说0x98位置的APC 一定要和 县城那个地方区分开来 这个地方取值是0到3 我们注意 后面为什么0到3 我给大家讲一下 通常 就是说 如果你填0的话 大家注意 我们初始化APC的时候 他会让你填一下APC state 当然那个参数叫做environment 也就是环境 你填0的话 无论你挂靠还是不挂靠 都是插入 就是原生环境 就是说你亲生父母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挂靠的话 你就是变成0了 对吧 要不是变成1了 就是放到sive的APC state里面 如果你没挂靠还是0 所以如果你填0的话 他会跟随你 然后如果你填1的话 如果是挂靠 则差挂靠环境 不挂靠则差原始环境 就是说无论如何 都是说我们当前正在使用的 地线虚拟建制器地理空间 如果你选择插入的话 大家注意 选择插入 选择插入 就是你初始化APC的时候 我看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 就是KAPC thread 我看一下你这个APC state index 如果是0的话 插入原始环境 如果是1的话 插入挂靠环境 3 当然也是选择插入 只不过它是在插入的时候喷的 我们这个选择2的时候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喷的 当然这些都会在代码 就是我们逆向代码里面体现 当然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先带着一点疑惑 带着疑惑的时候 我们在逆向的时候就会发现了 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接着我们再来看最后 这个APC结构 叫做APC控制位 首先有一个叫 Know APC Diswable Spensure APC Diswable 以及这个 我忘了怎么读了 就是符合的意思 这个是混合的 他其实是这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梁少的一个浪 对吧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 这个是一个优念 不是优念 这个包含他俩 对吧 看名字好像是各管各的 对吧 比如说Know Know Spensure 但其实Spensure是一个开关 超级快办 他掌握着一切你APC是否执行 其次我们这个Know APC Diswable 就是不能关闭 一关闭就会蓝屏 之前我们在系统调整的时候应该是学到过 如果不记的话 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一眼 这样我们整个APC相关结构就讲完了 大家 当然这个结构是哪 这个结构肯定是Kithread里面的 对吧 好 我们这课就到这 您这课 suburbs 可以再见 Future 统 isn't 了 队安 这就速下课 再 今天 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